第3世多解枪佛办公室 第32号公告 这是第3世多解枪佛办公室的 又一不该公告的公告 因为对此类问题已经重复很多次了 最近又持续不断的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 向我们办公室询问说 某某人是不是代表第3世多解枪佛来处理某件事 这些询问者根本不把之前的公告拿来印证 乃至对之前的公告看都不看 所以才发生同样的上当受骗 如果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对这些来询问的人实在无语 在第3世多解枪佛的法音里面 在多解枪佛第3世保书里面 在第3世多解枪佛办公室的公告里面 都警告过很多次了 没有任何人能够代表第3世多解枪佛 除非这个人持有第3世多解枪佛亲笔签字 该有第3世多解枪佛指纹印的授权书 而且这个授权书会公布在 第3世多解枪佛办公室的网站上 大家可以上网查核是否属实 而且至今为止 第3世多解枪佛没有发出过一份授权书给任何人 因为没有人能有资格代表 再次提醒大家注意 今后任何人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无论他以什么形式 做什么事情 包括第3世多解枪佛在法音中赞叹过的人 只要说他 他是代表第3世多解枪佛来的 或者说是按照第3世多解枪佛的吩咐 而此人又没持有第3世多解枪佛亲笔签字 并盖有第3世多解枪佛指纹印的授权书 第3世多解枪佛为了保护大家 不致受骗上当 亲口定性说 此人绝对是骗子 特此公告 第3世多解枪佛办公室 2013年2月7日